民眾手上拿著一塊深色物體 摸起來還有點軟軟的 一旁就放著綠色鋁箔包 這個不明物體竟然是從飲料裡 倒出來的 另外一款橘色包裝的糙米漿 甚至還結塊 讓當事人完全不敢喝下肚 他記得在臉書社團發文 還原事情發生的經過 他說在8月13號 女兒正要喝米漿 插下吸管發現是黑色的 拿剪刀剪開才知道 裡面疑似有發霉的物體 另外一款米漿 則是他喝了之後 發覺有酸酸的味道 倒出來才知道 已經結塊 還疑似有螞蟻 這讓不少網友留言說 真的很可怕 以後不敢買了 是公司的生產線有問題嗎 實際買來這兩款米漿 並沒有發現類似的狀況 詢問業者 他們則是回應說 已經跟當事的消費者取得聯繫 有問題的產品也取回 並且送驗 後需要等待檢驗結果出爐 再進一步確認 專家說不管是業者店家 還是消費者都一定要注意 盡量冷藏 不要放在高溫潮濕的環境 不過會產生這樣的情形 疑似是跟生產或保存不當有關 但是還要等廠商的調查結果出來 才能夠知道真相 給民眾一個招待 TVBS新聞專輪 黃凱晉台北 撐不動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